内地限电的话题近期热度在持续的升温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哪些产业链会受到影响 而恒大债务问题引发了行业的恐慌 内房现在到底还健康吗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交易国际资产管理基金经理李俊慧 代比下午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内地的电力供应紧张的问题 再看到有多个省份已经是要求工厂 现在是限电限产了 这当中也是波及到了包括苹果特斯拉 在内的一些内地的零件供应商 那么卖界就开始忧虑 这个内地的限电措施的连锁反应 会在电子商品生产的旺季会被更加的放大 想请教一下您了 您怎么来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这对于海外企业的供应链的破损程度 到底有多大 而且这个芯片的短缺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又会不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呢 好的主持人 我们的观点其实是认为这样的一个限电的政策 对电子产品的生产确实是造成了一些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大家都知道三季度呢 其实是苹果手机这样的一些消费电子产品的一个传统的生产旺季 那当前呢 江苏广州这些产业链的密集区其实是面临了一个比较大的生产压力 也根据中金最近的一个调研显示 那在半导体的代工面板等环节的板块需要连续生产的产业链 那环节受到的影响呢相对是要小一些的 但是呢在半导体的封装测试 还有整机组装的这些环节的压力呢 就会更大一些 例如在日月光昆山厂这边因为限电的一个停产 我们看到iPhone 13 Proper还有 Proper Max 等待发货的时间都是比预期的更长的 我们也相信这样的一个原因是跟产业链的一个紧张有一定的关系 不过目前看来呢 各方面的公司呢 也是在积极的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 例如去控制办公的用电 与政府积极协调一个调整限电的时间等等 那所以我们相信呢 整体的一个影响程度呢 应该是可以控的 谢谢 所以啊 也是说对于各行业的影响肯定是有的 但是要看各个行业各个企业是如何去来把控这个风险了 那么再说到这个恒大的问题啊 中国恒大在上周末也是没有能够如期的向部分美元债券 持有人来支付到到期的利息之后啊 尽管局呢也是根据这个据报啊 上周是要求银行在24小时之内要交代这个恒大的相关贷款 和眼神工具的风险敞口 那么看到这个恒大的事件 其实每天还在看到是不断的发酵当中 人行也在第三季度例会当中为内方事件来发生降温呢 再请问一下您了 您怎么来看目前内方的一个健康度的问题 而恒大事件会不会形成一个传导性呢 其实整体来看呢 我们觉得恒大的这个事件 目前市场上一个整体的认知 其实是有一些分歧或者是不同声音的 那整体来看呢 在外资方面的话 更倾向于去理解是一个中国的雷曼事件 外资普遍会认为对中国的一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有较大的威胁可能会形成一些传导性的恐慌 同时呢 他们也引发了对一个中国信用收缩的这样的一个担忧 但是呢 中资方面的话呢 会更加的乐观 认为恒大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呢 基本上是在行业的风险框架内 我们的解读呢 是认为更倾向于恒大只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局部性的一个事件 面对可能出现的一个极端的情况 我们是相信决策层已经准备好了一些相关的应对议案 如果必要的情况下呢 地产的一个调控政策呢 应该也会有相应的微调空间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恒大呢 其实一直在进行资产变卖 实行自救 像今天的话 公司也有发出浪子说 他会出售圣津银行的一个股权 那大概可能会是沈阳国资去进行这样一个接盘 所以呢 我们觉得公司最坏的情况 无非是会进行一个资产的一个破产清算 但是其他的真正的有价值的一些资产和业务呢 可能是会获得保护 不会隐藏这种传导性的一个整个类房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的崩溃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会觉得就是房地产本身引发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的代理本身呢 就是比较小的 但是呢可能是对经济一个增长的负面作用会有所体现 尤其是美元债地产供应面 还有银行股应该是受影响比较大的几个板块 那所以呢我们是建议投资人去关注那些基本面比较良好的 这种甚者为王型的房地产公司 谢谢 确实啊这个恒大跟这个当年的雷曼来相比的话 确实有可比之处也有不可比之处啊 毕竟他们所处的行业啊 所面临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那么再看另外的方面啊 这个有内地的媒体就消息就说啊 现在阿里巴巴旗下饿了吗 还有包括优酷等等这些应用程式 已经是接入了腾讯的微信支付 而陶特闲鱼和马能的APP 日前夜已经是申请了在接入这个微信支付 正在等待这个腾讯微信的审核 不过呢这个报道是没有提及的这个事件的进度 那么受此消息的影响 我们看到这个长时间走势比较疲弱的阿里 昨天是录得了一个明显的反弹 但是呢今天的股价还是处于一个持续下挫的状态 其实看到啊这个内地对于金融活动的监管 未来其实也只会是越来越严格的一个趋势 那像这样的一个阿里和腾讯的强强联手 是不是未来互联网巨头们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这是不是已经代表这个板块 这个行业调整期已经过去了呢 整体来看呢我们其实的观点是认为 互联网巨头之间的一个壁垒 充分的去进行这样一个打通 当时当前监管的一个要求 也是符合一个行业发展的趋势的 那我们觉得在未来一定17位呢 板块是否触底呢 反而是应该继续观察 因为一方面呢 政策落地过后的一个实际民党 目前还未可知 因为我们认为未来可能对公司的一个收入 包括流量的分布这样的一些情况 都会存在一个重新启牌的可能 那比如说电商系就像阿里巴巴 它的广告收入这方面可能也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但是这些在短期之内呢 可能暂时问题还不会凸显出来 所以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然后另一方面呢 政策方面呢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监管措施呢 我们也需要等待观察 目前来看呢 可能一定是一段时期之内呢 国家的这个监管呢 基本上可能是有所松动 那相关的企业呢 也是有一定的去应对措施 但长期来看的话呢 我们还是更加建议投资人 会去做一个更谨慎的这样的一个布局 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谢谢 好的 非常详尽的回答 也是非常感谢 Debi这一时段和我们的电话连线 谢谢您 好的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